对于状态这个国产车袭的关注 大家都是因为这个车袭的一个部门 见过人称皮尺部的设计部门 在相继推出的什么宝马奥迪大众之后 还先不过瘾 状态中设计师拿着皮尺 成功山寨了保时捷 可能是觉得自己活得太快了 状态开始设计自己的设计原创 看到马上要走正道的状态 新闻的网友们还不忘调侃 皮尺部这就要解散了吧 然而随在大家为状态的改头换面心悸之际 国产汽车山寨界出现了一匹黑马 一个新鲜的杂交车企 高在状态呵斥呵斥搞原创的时候 推出了他们的第一款车型 I go cry 看到车车的人都发现 这车企的首款车型的抄斜对象 就是法拉利F12和保时捷卡燕 那山寨水平之高 不少车友都表示 状态皮尺部和易高这山寨能力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乍一看这款车的前脸 还以为是挂了保时捷车边的法拉利 做了熏黑处理后的大灯 看着十分时尚 引擎盖和下隔山的造型略有改动 前脸的其余部分都是照搬F12 但是远看却比F12更加简单耐看 车身完美的复制卡燕 作为一辆电动汽车 却连车身侧面的进气口都照搬上了 这山寨水平简直逆天 接下来还有一个大招在后面 如果你面前有这辆车 如果你还站在它的车尾处 那么你将看到保时捷大欠感出身的车尾 这简直是中国山寨系的一大进步 这上下的压美式设计 大概保时捷都会以为是自压的车了 对于还在模仿SUV的状态而言 已然被模仿超跑的易高超越了 易高那清楚于蓝而胜月蓝的山寨技术 简直是皮脂系的骄傲 因为易高的出现 不少屌丝的超跑梦 看来是指日可待了